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同学给我看示范作品 他的这个这个作品呢 色彩是正确的 但是他的水分用的不好 那你看看这张这个苹果 他全部是湿透的时候慢慢完成的 这些没有那么化水的地方 让他的鼻是干一点的 慢慢化上去 水分不可以太多 水彩化有三要素 时间 水分和色彩 三要素 时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快和慢 你化了之后差不多干的时候再加 那就这个喧化的效果就不同了 要记住啊 时间呢 要把握得好 刚刚好快干快干加 如果干透了之后可以再加 但是干了差不多不太透的时候 潮湿这个纸的时候 就不能再加了 因为这个水彩一加呢 就会很 颜色很难看 很灰暗啊 这个 湿润的时候不可以加颜色 要么就干 要么是半干 不能湿润的时候 差不多干的时候加颜色就不对了 那这个地方是不化的 不化水的 所以要等它干后再加 这些不化水的干后再加 整个苹果 整个 这个梨啊 都是湿的时候化的 我们的水分 如果把握得不好 那么这个效果就化不到了 化不到了 那你要看清楚啊 这个示范的时候 这个边呢 是用清水慢慢拖 拖到最后才流高光 这个用清水慢慢慢慢慢慢渐变 这一点你要特别小心